我是Vinny 我是Elly 红蓝卡 百问百答 Vinny现在是年度转换 你遇到长辈们最常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Advantage PPO Advantage HMO 还有Supplement有什么区别 各自有哪些优缺点 Medicare的Vantage PPO 不仅满足了保费低的这个优点 那有些计划呢 也可以实现零保费 那同时呢 它还保留了HMO的额外福利的优点 Medicare的Vantage PPO计划 可以满足大家去看网络内和网络外的医生 还可以支持大家去外周看医生哦 但是相对来说 它的每一项项目都需要支付比较高昂的Cole Pay Advantage PPO呢 其实也有一定的网络限制的 虽然不用固定在一个医疗网里 不需要转诊 但是还是需要受到这个保险公司网络的限制 不像我们的Supplement 只要接受Medicare的医生医院都可以去看 而且只需要支付一年的支付额 那其余基本不需要花费什么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2024年红兰卡的变化和资讯 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右上角观看完整视频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屏幕上方的电话 或者暂停视频拿出您的手机 扫二维码加入我们红兰卡问答的微信群组 那当然了 我和Winnie周一到周六都在哈岗上班 那地址也写在屏幕上 也欢迎直接来找我们办理 等你哦 哦 谢谢观看